那你覺得水塘跟瑤瑤 如果說按照你機種角色的話 他們應該是屬於什麼色彩 我覺得堂堂應該是白色 誰 白色堂堂 你說它是白色 高貴典雅 如果是指甲油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順便像個鑽這樣 你在瑤瑤今天穿白色 對 我剛剛還看到 我剛剛還想 不會不會 瑤瑤就是黃色 黃色 對 不是那種黃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比較開朗活潑 了解 我覺得導演真的很會選角 你看他平常只畫不動一講話 就把他的角色全部都表露入影 好 OK 你自己是灰色嗎 不會啦 心情要彩色 好 請到這個你看 旁邊志偉比你更黑色對不對 志偉今天是演兩性作家 是 跟你之前演一些什麼花心大蘿蔔擴燒 完全不一樣 也沒有都演花心大蘿蔔擴燒 只是一兩次而已 一兩次 對啊 長官然後各位美女大哥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志偉 是 然後這次在裡面演的是一個 所謂是愛情故事的作家 都在寫一些 男女之間愛情的故事 是 然後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事情 因為第一我是一個 不太愛看這種愛情小說的男生 可能比較直接啊 比較 有時候個性比較外向 所以這次在前置的過程中 導演給了我就是蠻大的折磨 看書啊什麼之類的 還有我現在最近寫的東西都有點 憂醜 悲傷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反映了一個現在 都會 時下的 男女之間的故事 因為現在好像 大致上都比較 因為已經晚婚 對 那我晚婚的話可能是因為 工作的關係啊 生活的關係啊 我覺得那其實 在藉由這次的角色當中 觀察到身邊的朋友們 其實還蠻有趣的 是 他是演兩性作家 所以他得看很多書 OK 樂圖可以增增力量 對人可以有多一點了解嘛 對不對 所以導演真的實在是 用心兩股 來導演 這麼多的角色 這一部戲劇 你覺得他 值得期待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故事很好啊 經典小說的原型 然後 就是 演員很好啊 對 然後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我覺得很輕鬆 我只要看著Monitor就好了 但是還有最大挑戰的地方吧 最大挑戰 嗯 最大挑戰 應該就是 因為演員很多啦 每一集都有徵溫者 然後有一些 本來的主要演員 對我來說就是武林大會 然後 我現在就會覺得 要去參加武林大會 就很興奮 對 因為很多高手在裡面 你就會看到 各個門派的人 但是武林大會 真正最重要的那個舉辦 是你啊 你不知道武林大會 是嗎 對啊對啊 但是他那個 水躺在裡面 他是一位 在裡面的角色 也是在媒體上班的嗎 對 他演一個出版社的總部 對 所以你把他受造的角色是 很幹練 還是呢 多手上感 你看水躺在思維著 很幹練吧我覺得 好 好